接下来是第二堂课程常用报表的实作练习的作业解说 这堂课我给大家一个作业 是大家练习操作一下 怎么看看现在那个demo账号的报表 记得我们用的是Google的demo account 然后我们要到如果还没有加入的 记得要在通用版的说明连接加入 我们在题目是有两题 一个是请你帮我找到一个特定时间的桌机手机平板 这张报表去哪里看 第二题是问一个我都是问实物上可能会常常碰到的 带来产品交易最高的广告是哪一个 我要你超速看看这个界面是什么 不知道大家找到答案是如何呢 接下来我就来说明一下 如果我要回答这些题目 我会用哪些功能以及补一下 我用到这些功能使大家可以在报表上有什么特殊的进阶的功能 可以使用 当然第一个最简单 我把时间点要从2022年的1月1号 拉到2022年的6月30号 因为我们题目是要求2022年整个上半年 我们要看这么多的时间点 接着我们到目标对象 行动装置 总览 你就会看到这一张 这张乐数的报表 下面现在是用文字呈现 桌机 手机 平板 分别站的比例 65% 32% 1.66 如果上一堂课还记得的 记不记得我们有教过这个 这个所谓的大饼图的方法 我们用图的方式来呈现 阅读起来更好 至少你要能回答到我这一个 这一个的部分 接着我们来补充一些更重要的功能 这张大饼图 其实它有一些进阶功能可以用 我会快速能够帮你在分析的时候 有些很好的项目 例如我可以把装置类别切换 那个上方的功能是可以拉下来的 有很多 包含说我想看看使用者的人数多少 还是我想看看这不同装置 交易次数哪一个最好 有没有 甚至那个图也可以改 有没有 你看你这一改就可以看到 哇 原来 你看像这个的例子 交易次数占比最高的是 电脑耶 而不是手机耶 可是你在使用者来看的时候 有没有 手机的占比还蛮高的 32%耶 但是手机真正完成交易的 只有8%耶 有没有 你可以在这边找到一些有趣的insight 这是那个demo account特有的一个特性 你可以通过这个 快速的来看一看 是不是我的手机的交易流程不太好啊 还是什么样的原因 后面就可以再去找一些 定义一些优化的方向去看 所以这是一个蛮常用蛮有用的 的一张的一个细部功能 第二题 交易次数最高的广告活动是哪一个 你就可以到货客 关键字广告 广告活动 对吧 这张来看 那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 你一定要有贿赌才有 如果你没有贿赌 你就会看到这边是没资料的 常常是无法提供的状态 那我们再来选一个 你内定是有点击 从大到小排列 可是我现在问你题目是交易次数最高 所以你就可以换到右边 从交易次数开始排 从大到小排 你可以这样排 就可以看到一些最高的是哪一个 例如你看这边就举了 这个MIXTST.AW 这个BRAND 关键字广告的活动 大家交易次最高 那这边我们还可以进阶用 除了这个字道之外 我还可以去看 我把吃药维度拉开 我们看看 这个广告里面 都是哪一些关键字 有没有 你可以这样拉出来 就可以看到它里面 从点击也好 从交易次数也好 就可以看到这些不同 至少你能回答到我刚刚这样 那这边我给一个客户延伸 延伸的思考 你想想看 我现在上面看到 广告活动中1跟2 一个是AW的BRAND 一个是AW的APP 这两个广告的不同 它有不同的花费跟收益 我现在要问你 你觉得哪一个更值得投资 更值得加码把钱丢给它 你会用什么思考逻辑来看 因为你看它的点击 一个4508 一个3077 一个花费3844 一个9794 而且它带着收益 交易次数跟收益是不同的 有没有 你会用哪一种方式来判断 我如果想加码 我用哪一个去加 请你在想完之后呢 请你在这个影片下方的互动讨论区 分享你的想法跟看法 如果你有回答 我不定时的 会上来帮大家看看 你的方法不错 你的方法 要不要换一个方式来想 我们来互动讨论一下 愿意思考 愿意分享的 都会进步的更快喔 下一堂课 我们将来讲一个通用版 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 很重要的是要说三遍 四件功能 但是下一堂 我们会在直播课中才有了 有兴趣的 请记得到我们的 那个下方的说明栏中 会有更多课程的说明了 期待 我们在正式的直播课中再见 拜拜